今天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一则意外的消息 在今天下午两点多左右 一辆满载27公顿液态分的化学槽车 疑似因为转弯速度太快而翻覆 压毁了国道的护栏 驾驶受伤送医 虽然没有外泄 不过因为液态分有毒性 警方担心会爆炸 所以拉起了数百公尺的封锁线 并且出动两辆大型吊车紧急处理 槽车翻倒在引道上 警车消防车全面戒备 拉起数百公尺的封锁线 就怕槽车里的液态分 会有爆炸和毒性的危险 下午两点 国道四号北上东向两公里处 衔接国道三号的引道 一辆由六轻出发的华美运输化学槽车 疑似是车速过快翻覆 压毁护栏 槽内满载27吨重的液态化学原料分 因为具有腐蚀性及毒性 现场警销环保人员及槽车公司的人员 根本不敢靠近 警方指出由于液态分 可能还有爆炸疑虑 只能等待两台大型吊车抵达后 先吊起槽车 抽光液态分 再排除事故现场 到结稿为止 槽车事故还在处理中 49岁的线性驾驶 四肢插伤 送医没有大碍 芬主要是用来制作洗洁精及有机溶剂 如果不小心使用吸入蒸汽 或是皮肤接触高浓度 都有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记者欢迎来视捷 台中